大约15年前,任天堂推出了Wii运动,一举开启了体感游戏的新时代,让全世界玩家都疯狂摇摆起来。 时至今日,Wii运动仍是任天堂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,而Nintendo Switch运动也即将接过这支传承的火炬,重新点燃玩家们的激情。 Nintendo Switch运动包含六款小游戏,其中有任天堂粉丝们耳熟能详的运动项目,也有本作新增的。 网球和保龄球就与Wii版本非常相近,至于羽毛球和剑机这一类较为复杂的体感游戏,则会让人想起当年Wii运动度假胜地。 值得一提的是,Nintendo Switch运动的小游戏总数不到度假胜地的一半,不过本作还会继续更新,今年晚些时候,玩家们就能免费玩上新的体感高尔夫了。 Nintendo Switch运动首次为该系列添加了在线游玩功能,继而扩充了一部分游戏的玩法。 举例来说,保龄球已经支持八人联机了,任天堂在最新一轮线上测试中收获得反馈极佳。 Nintendo Switch运动也将于月底正式发售。 无论怎么看,在线游玩功能都会成为本作的巨大优势。 与此同时,本地的多人游戏模式仍是Nintendo Switch运动的核心卖点,这也是我此次试玩的主要内容。 前作中的蜜形象被Sportsmate所替代。 在捏完自己的Sportsmate造型后,我亲身体验了每一项运动,从足球射门开始,最后以见机结束。 我在试玩过程中挥洒了不少汗水,也再次找回了当年玩Wii运动时的乐趣和新奇感。 我是很了解自己的,恐怕要不了一个月我就会躺回沙发上,重新拿起手柄去玩飞体干游戏了。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鸡剑,它被称作武斗,灵感来自一种日本武士片。 游戏中两名玩家扮演相互对抗的剑士,比赛谁能先把对方推下平台,让另一人落入水中极为胜利。 玩家要一边格挡住接二连三的进攻,还要一边找准反击的机会。 起初人人都会玩得手忙脚乱,但我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发现,看似简单的机制背后其实藏着很深的策略性,玩起来也相当有趣。 我不禁想起Wii世代的早期时光,那一阵所有人都渴望能用Wii Remote来玩光剑游戏。 这种呼声恰恰暴露出了原版Wii Remote的局限性,从而促使任天堂在推出Wii运动度假胜地的同时,发布了全新的Wii Motion Plus外设。 自此以后,人们已经见识过数不胜数的基建游戏了,但此次在试玩中碾压任天堂的公关代表时,我还是回想起了自己当年的心愿, 那个能玩上体感光剑游戏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。 与基建正相反,网球倒是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挫败感,至少在我看来,Switch版的体感网球和Wii版本的差别并不算大, 它仍然更侧重于挥拍时机而非实际的策略技巧。 当然了,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网球技术也是一塌糊涂,说不定恰恰能证明Nintendo Switch运动的体感方面做得很真实呢。 比起网球,我还是更喜欢本作的羽毛球,后者不仅更具策略性,体感水平也更精准些,这都是多亏了特殊的扣杀机制。 不过,此次试玩的高光时刻最终落在了一场意外上,我一不小心踢飞了鞋子,阴差阳错地还原了十多年前那个名场面。 Nintendo Switch运动支持使用健身环大冒险的腿部绑带来游玩足球游戏,当时我在体验射门模式,正笨拙地来回摆腿,接着我就把鞋甩了出去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踢杆游戏已是千姿百态,有些事情却始终如一。 不管怎么说,我玩的还是很尽心的,也很享受这个重温踢杆游戏快乐的下午。 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,我扮成了一名箭士,不小心把鞋子甩在了电视屏幕上,那块屏幕可是任天堂的官方财产啊。 和最初的Wi运动一样,大部分的运动都依赖于玩家的新鲜感,本质上的内容并不丰富。 但话又说回来了,我也不觉得当初有人能预料到我们至今还在谈论15年前推出的一部体验游戏。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,有些作品就是永不过时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